大家好,表老师的新视频呢,是不是,又出来了,克林顿弹劾那个案子啊,标题起的非常有意思啊,说什么呢,就是,你干一些是不是犯法的事儿,不追究你,标题叫什么来着,骗人不行,你这个, 那意思你,你出轨可以,这个这个,叫什么莱文斯基啊,出轨可以,但是你啊,骗我们,撒谎,不行,撒谎就不行,我就弹劾你,我弹劾你因为你撒谎,哎呀,讲得大意凛然呐,袁老师,我没错吧,你讲得大意凛然, 你把这个案子,是不是,都给讲一遍,是不是,那意思美国可好,啊,爱美嘛,您这个爱美同志啊,美国人拉的屎啊,我觉得您都能砸不出味儿的,都能砸不出是香的, 你把这个案子,你把这个弹劾这个案子,再一次给我们讲了一下,用您这个美国人的世界观啊,填美国人的世界观,无限的赞美了什么,一个出轨的男人啊,和一位美国总统,是不是, 两个身份,在这个中国啊,在这个中国的这个网络世界里啊,您就是变换身份,是不是,把这两个身份变换了,闪转腾罗 在您口中啊,这位美国总统,是不是,只要他,是不是,哎,履行了美国总统职务 只要不撒谎,他就是好人,但是他被弹劾,因为他撒谎 至于他个人的污点啊,个人的污点,我们不关心啊,他出轨是他的事,是不是 嗯,我先不说道德上讲啊,袁老师您这个话呀,在这个互联网就这么大放厥词,就这么说出来 就把这个啊,这个,咱就说这个美国这个出轨的这位总统这个道德水平,您就这么的就掩盖过去了 不是有很多人追求女权吗,那怎么没有骂袁老师呢 如果追求女权,这婚内出轨啊 既然要袁老师就这么给遮过去了,认为 他干的好,干的对,干的呱呱叫,是不是 只要他不撒谎,他就还是好总统了 这个对吗,袁老师,您说对吗 袁老师,您是有媳妇的,您是有家人的 未来你的孩子碰到这么一个老公,碰到这么一个啊 是不是啊,就出轨了 但人一说就不撒谎啊 工作干的好,但是就出轨了 我就道德有问题,但我工作就干的好 是不是,您要是女儿嫁了这么一个人 您认为这个对吗,袁老师啊 您在这儿天天舔这帮美国人 舔的连道德水平都没了 本来不想做这一期节目啊 我跟你说的主要都是历史啊,上的事 就是您说的一歪一点的,我给你掰回来 现在看来袁老师,你不光历史知识有问题啊 你道德水准也不高啊 袁老师啊,您怎么说呢 您这个标题里啊,其实啊 按逻辑说都是有错误的 您看,您说是不是啊 出轨其实没啥,道德问题 但是只要不撒谎,撒谎就不行 不撒谎就好总统,因为他撒谎被弹劾 那他婚内出轨算不算撒谎呢 对他妻子是不是,对那个 美国的那个前国务卿希拉里算不算不忠呢 算不算撒谎呢 他到底撒没撒谎啊 他撒谎,他不忠了 他道德有问题 你要是想跟莱文斯一搞那个事情 是不是啊 坐在桌上,让人家拿嘴给你这个那个 这个那个这个那个 咱离了婚办不行吗 甚至让李布莱文斯一拿手办不行吗 啊 再不行,像韩韩讲的 自己跟自己战斗不行吗 你为什么结了婚,你还没离婚呢 手上还戴着戒指呢 那是道德问题啊 道德问题啊 袁老师,我不是你是在夸美国还是骂美国啊 如果你这拐弯是骂美国啊 您说明白了,这样让人理解啊 我理解让您支持这种情况 是不是 道德上是吧,我们不管 我们就追求他是个好总统 是不是 弹劾他因为啥 他说谎了 他说他没干 实际他干了 干的什么事我们不管 只要他说谎就 您错了 您得追求他干什么事啊 他婚内啊 婚内 他还没离婚呢 您不追求这个事吗 袁老师啊 您觉得您在这么大个媒体 这么几十万人给这些小孩 年轻人教导这个事 您对吗 你老婆脸红不红啊 袁老师,你那小媳妇的 你媳妇看完这节目脸红不红 有一天袁老师你坐在这个 是不是啊 给大家讲课呢 底下呼呼呼这么颤 大家以为干啥呢 镜头一摇底下有个脑袋 嗡嗡嗡嗡给你干啥呢 你媳妇看完会不会觉得 像袁老师您讲的 只要工作干得好 是不是 婚内出轨也无所谓 袁老师承认了 我没干错呀 我就干了 我就干了 袁老师是吧 你承认了干了 你认为你老婆能原谅你吗 你天天在这晃晃晃 你老婆能原谅你吗 袁老师 你老婆绝对不能原谅你 你老婆气都气炸了 绝对离婚呢 那是婚内 那您呀 您自己 己所无欲 勿施于人 您自己老婆自己都受不了 然后你 你现在说这个 哎呀 是不是 做节目说 你看美国多厉害 是不是 美国总统就是 就是因为他说 哎 我不承认我 我做错了 我要承认我做错 都能原谅他 我因为我怎么被弹劾 因为我做错了 我不承认 那对吗 应该是啥应该是他做了一件 婚内出轨的事情 因为这件事他不该做 所以 被弹劾 这才是正确的价值观呢 您这个节目在美国都不能放出来的 美国人也是讲究家庭的重要性啊 那天天还唱圣经 天天啊 还亲爱的搭拎呢 还互相之间吻呢 还戴个戒指呢 袁老师 我不知道您这西化水平怎么连美国人都不如啊 您是不是在外面有了 袁老师啊 您咋这么支持克林顿呢 克林顿这事干的对吗 你大标题写着啊 是不是 撒谎了就不行 因为撒谎 别 您千万别整这种标题 这种误导 出轨可以 撒谎不行 那我还说 那我下轨我承认我 承认我是出轨了 那就行吗 还是不行 还是你出轨了 所以您这个标题啊 袁老师 我觉得我不知道是您自己写的啊 还是你那帮小编辑 还是你那帮小弟小编辑 是不是经常出轨啊 经常出去这个这个这个啊 跟克林顿一样啊 是不是 天天出去胡搞啊 认为只要说实话了就没事了 那对吗 袁老师 您也是有孩子人 以后您的姑娘是不是 嫁这么个人 对吗 他到时候把您的视频放出来 啊 你姑娘以后嫁一个男的 说了 老丈人 以前说了啊 出轨 只要说实话就能原谅我 没事 是不是 为啥我有事 因为我不说实话 我说了就没事 您这视频不就这个意思吗 您舔美国人得有个底线 你得把道德这个东西底线留住了 不要因为美国人 你就把这什么事 是不是好像说的道德都不要了 连美国人都不敢像您这么说啊 袁老师 美国任何一个媒体都不敢像您这么说 说他会内出轨就是对的 我们谈和他因为啥 因为他说谎了 美国媒体都不敢这么说啊 袁老师 我在美国待过 任何一个美国中产的家庭 白人的 黑人的也好 中国人也好 带着戒指的 你敢跟他说这个事吗 说只要你承认了 你出轨了 我们就能原谅你 能原谅吗 您这是推行什么价值观呢 袁老师啊 袁老师 我问你就是 您是不是也有姑娘的 也有老婆的 您回去问问你老婆 问问你姑娘 行不行 出轨了以后 说句实话就能原谅他 都原谅了 以后接着出轨吗 得惩罚他呀 还是得弹劾他呀 您得这么说呀 您这个视频赶快给你删了吧 袁老师 您这简直误导年轻人 什么观念 以后出去这个这个这个 啊婚内就出轨了 然后告诉你 袁老师讲了 是不是 只要我承认了说 我承认了 是不是 就没事了 就不弹劾我了吗 您这个价值观 我觉得有大问题 袁老师 国内的还自媒体 还放他这种 这种价值观 他历史知识的东西啊 咱俩互相怼来怼去 我说的是你不知道的 我补充一下 但你这是根上 你这是价值观 你这是道德水平的低限呢 道德水平 道德的这个堤坝已经崩溃了 很多人不同意啊 很多人都骂我 但是想 您要是有姑娘 有女儿 有老婆 您是个政治的人 你想一想 袁老师这个节目 他说的这些话 克林顿 为啥被弹劾 因为他说谎了 而不是因为他出轨了 这是袁老师的 那个节目的 中心思想 不是因为他出轨了 而被弹劾 是因为他撒谎了 那潜台词是什么 我只要说了实话 我就不会被弹劾 美国是个没有道德的国家 大多数跟你跟那个 克林顿学 是不是 我虽然婚内出轨了 戴着戒指 跟另外一个女的 是不是 出轨了 但是我还是可以不被弹劾的 因为美国人没有道德 美国人不讲究家庭的道德 婚内出轨 也不会受到惩罚 都会原谅我的 袁老师 您这个 您这样对吗 袁老师 我觉得美国人 你要看我记得 是不是美国人都不会支持您这种说法吧 婚内出轨就原谅了他 就不弹劾他 您那个思想太高级了 我觉得美国人都接受不了 袁老师 你好好琢磨今天 我跟你说的一些话 我希望你的视频呢 不光在历史知识上 能给大家说一些正确的 说一些全面的 道德上 您也别 太low了 太low了 您的等级 我这 没法说 好好问问你女儿 问问你的媳妇 对还是不对 啊